千年积雪 万年松 滑雪 漂流 赏雾松 开着雪地摩托三个花 点燃冬日里的速度与激情 粉雪基地 长白山 有哪些新玩法 滑雪 乘坐雪地摩托 雾松漂流 雪地里泡温泉 吃火锅 烤肉 铁锅炖 外边冷你没热吧 很好吃 看北国风光片冰雪美食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吉林的长白山 长白山是松花江 鸦路江和图门江三江之源 同时长白山位于北纬42度 冰雪黄金纬度带 所以这是您冬天玩雪的一个好去处 冬天来到长白山 您不仅可以体验到滑雪 乘坐雪地摩托 雾松漂流 驾驶全地行越野车 丛林穿越 乘坐马拉爬里 您还有机会品尝到地道的东北美食 吃铁锅炖 吃烤肉 吃雪地火锅 如果您足够幸运的话 您还有机会饱览天池的全貌 长白山天池 位于长白山主峰火山追铁的顶部 白雪矮矮的山脉 枝头上挂满的冰金 湖面上结冰的天池 构成了一幅宛如童话般的画卷 你们从哪来啊 从广东 你们为什么要选择长白山啊 因为听说这里天池很漂亮 就听说这边那个雪资源挺好的 然后这边的天池也是百分不如一见嘛 就来看看 我作为一位南方人 能看到这么美的雪景 真的不容易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 有两米高 太神奇了 冬季是长白山最迷人的季节 这里的雪期为每年的11月中雪 至次年4月中雪 雪质细腻 积雪厚度 可达数米 形成了绝佳的滑雪基地 长白山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 以及北美的洛基山脉 并成为世界的三大粉雪基地 所谓的粉雪呢 它的雪质是成粉末状的 这个水分呢 含量会更小 颗粒呢 更为饱满 富有弹性 所以更适合滑雪 那我呢 其实是一个滑雪小白了 那我今天呢 就为大家邀请到了 我们一个专业的滑雪教练 夏天教练 你好 我没有滑过雪 您建议我们这种滑雪小白 第一次来长白山这种 比较专业的滑雪场 我们是滑单板好 还是双板好 其实单板和双板都很好 现在单板比较流行 并且单板拍照非常酷 所以我觉得你滑单板更好一些 那我就听您的建议了 滑雪场里有全套的滑雪装备 特供游客们租用 此刻这里已经被来自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们挤满了 可见大家对长白山雪场的热衷度有多高 其实双板的入门难度比单板小 贴合人体的姿势 所以更容易适应 经过反复练习可以更简单地滑行 滑雪板稳定性更好 容易掌握 适合初学者练习 相比之下 单板更适合那些已经具有基础 想要进行高难度技巧训练的滑雪者 记者这个滑雪小白一上来就挑战单板 是不是有点悬呢 我现在已经全副武装上了 那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呢 可以像我这样戴好护膝 戴好护臀 这样可能会减少这个摔倒造成的伤害 对 主要是保护你的尾椎和膝盖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学了吗 对 可以的 咱们刚开始学的动作叫后刃推坡 后刃推坡的发力点基本上类似于渣马步 然后在你渣马步的同时 是两条腿的四根筋同时用力 千万不要重心偏移到一个方向 因为这样的话会单条腿受力 你滑行的过程很容易就造成跑偏 然后在这时候你脚尖稍微抬起一点 在滑雪的过程中脚尖需要时刻抬起 因为雪需要从脚下面过去 如果说你脚尖放下的话 你的板子就会卡住雪 你人的身体就会因为重心和惯性 向前去铺道 记者在学习了滑雪的基础知识后 教练就要带着上雪道了 能行吗 我有点害怕 没事 放心 我在旁边 走吧 站在雪道顶端 远眶微格的长白山 景色非常漂亮 但记者此刻哪有什么心情看风景啊 我感觉我现在整个人做得用力 觉得害怕的时候脚尖翘大一些 它就会挺住 对 目视你的行进方向 然后腰直起来 对 很多初学者都会像记者现在这样 由于紧张一直紧钉脚下 以打消对高度的恐惧 但这其实是不对的 教练说紧钉脚下会让你来不及看清前面的路况 一定要放松心情才能学好滑雪 师傅领箭门修行在客人 记者能离开教练的保护 依靠自己的力量顺利滑到终点吗 滑起来感觉怎么样 挺爽的就是脑太小了我 真的是一个脑太小了 这是一个可以突破自己的运动 来长白山的人 只要你有胆量 就可以尽情享受滑雪的乐趣 在白雪海海的山坡上 大家挂上滑雪板 迎着风飞驰而下 畅快淋漓 滑雪时 雪花飞舞 阳光照耀下的雪地 如同镶嵌了无数颗钻石 美不胜手 我现在终于靠自己的力量 挣脱开教练的双手 自己滑下来了 那我觉得经过一下午的训练呢 我也完全地体会到了这个单板滑雪的乐趣 而且我认为滑雪是一项真的需要勇气的项目 只要你大胆地往下走 就可以很快地滑下来 当然我的技术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阶段 但这足以让我爱上单板滑雪这项运动 在这里记者也遇到了不少同样是滑雪界小白的同道中人 刚开始滑的时候还摔了一下子 感觉不是很疼 然后慢慢你就会滑了 太冷了 但是确实很好玩 我之前也没来过东北 这是第一次过来 然后滑雪的话 就是第一次玩的时候找着点感觉 然后之后就有自己的想法 就摔得越来越多了 长白山山脉先天的自然优势 比如湖状地形 迷宫版多变的雪道 让人在这里滑雪时更有趣味性和神秘感 雪场分布在主峰的东西北三个方向 共有滑雪道43条 滑雪场还有国际标准的单板U型草场地 单双板地形公园等 充分满足不同滑雪爱好者的需求 不过我听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滑雪爱好者 流行去滑野雪 那野雪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技术的加持 到底是怎样滑的呢 我们一起再去看看吧 目前世界上滑雪运动基本分为两种 一种专业雪道滑雪 一种是野雪 很多在滑雪场驰骋自如的朋友 都想体验一把野雪 感受没有经过人工修饰的雪场 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位于长白山西坡的野雪公园 是很多野雪爱好者的首选 最高海拔2600米 最长野雪高级到2700米 滑雪区域达20万平方米 垂直落差近700米 这里的滑雪雪质 媲美世界顶级滑雪场 与人工滑雪场不同 想要滑野雪 只能先乘坐雪地摩托到达山顶 来咱们长白山滑野雪的 基本上都是很专业的人士 因为咱们野雪跟雪场的这个面条雪是不一样的 雪场的雪非常硬 面积非常大 很平滑的那种 来到咱们长白山滑的这种野雪 非常的松软 你要是爱上这项运动的话 你就会在这个雪上 就像冲浪一样 左右右摆 每年我都会扛着我的板滑几次 与王向全的游刃有余 乐在其中不同 初次来滑野雪的吕天明 似乎进展就没那么顺利了 第四滑野雪呢 以前在中高级玩嘛 玩那个在雪场玩 现在自己还滑野雪 可能自己也是可以吧 上高级到 但是一滑感觉就是完全 和雪场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感觉啊 然后交给那个舒适度啊 那个滑板的感觉 完全是不一样的 滑雪是一项需要 热量和体力的运动 滑满雪之后 一定要泡个温泉 放松身心 减轻体劳 冬天 温泉周围白雪海海 这里却是热气缭绕 这冰火两重天的体验 让人流连忘返 现在户外的气温啊 大概是零下的二十多度 但是这个温泉水呢 是零上的四十一度左右 所以温差大概有六十度 完全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的感受 当你从更衣室快步地跑过来的时候 你的身体已经被冻透了 在你当你踏下温泉水的那一刻 你的身体又重新被融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北方温泉的诱惑在于泉外雪花飘飘泉中热气缭绕 不但可以疏紧离活血 还可以消除一整天的疲劳 当身体进入泉水中 身上变得暖乎乎的 而睫毛 眉毛 头发 则立刻染上了白霜 挺舒服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景色 非常的迷人 非常好看 花里面特别浓 但是里面进来就是41度 相当舒服的 非常好 现在我们要去打卡的是一个 只有早起的鸟儿 才可以有的独特体验 叫做雾松漂流 雾松呢 也并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的美景哦 只有在一定的天气条件下 它才会出现 那今天我们究竟有没有运气 去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河面上呀 您可以看到 它有层层的雾气 仿佛仙境一般 那我们知道 现在长白山的气温呢 大概是零下20度左右 但是这条河呢 并没有结冰 常年都是可以流动的 这里为什么没有结冰呢 原来长白山地区 地热资源非常丰富 河流温度较高 再加上水流到 就不会被冻住 那我同时也会非常好奇 这个水到底是温的 还是凉的呢 我现在就替大家来体验一下 哦 它其实是凉 但是并不是刺骨的凉 还是有一点点温度在的 并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 那据说呢 这个水温是在七八度左右 其实手是可以伸下去的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水非常清楚 能看到水底的石头啊 你看这烟雾缭绕 就是河水温度最好的证明 整体的水流很平缓 但是偶尔会有一个急的下坡 就比如说现在 冬季在矮矮白雪之间漂流 也是常白山独一份的体验 好玩好玩好玩 挺好玩的 因为其实我们来漂流 主要第一就是为了看雾松嘛 能在江面上看到 这么壮观的景色 还是比较开心的 我是湖北的 湖北武汉来的 看到了跟我之前 在南方见不到的那种场景 然后期待已久的那个雾松 结果今天运气也是比较好 换一种交通方式 就体验一下东北 比较原始的交通工具 就是马拉爬里 那师傅这匹马 是大概多少斤呀 它多大了 一千多斤 才两岁 才两岁 它是公马还是母马 它是公马 它最多的是 能拉九个人到十个人 那我们就出发了 好的 东北是不是天气比较寒冷 所以它的毛发会更长一些 然后它的脂肪也会更厚一些 来预寒 对对对 那乘坐我们马拉爬里的消费者多吗 顾客多吗 非常多 所以这两条绳子 我看您是在掌握它的方向是吗 对 还挺乖的 还可以 那它一天要拉多少趟 要拉十五六趟 我现在是在长白山脚下的雪场里 我们现在就要一起去体验的是速度与激情的结合体 叫雪地摩托 出发 在长白山感受雪地摩托的速度与激情 氛围感绝对拉满 远处是天池水流下形成的瀑布 风从海边呼啸而过 有一瞬间感觉很自由 眼睛想把所有美景装向牢牢记在心里 我现在乘坐雪地摩托已经到达终点 在整个过程中也是充满了刺激与挑战 那中间有几个时段呢 我整个人都是悬空起来的 不过您放心啊 只要抓紧扶手或者抓紧教练的腰 就一定能保证您的安全 那我刚才也跟教练了解到 我们的这个雪地摩托的最快的时速 能达到140公里 那刚才我们为了安全起见 可能最快时速达到40左右 就已经悬空了 所以也是非常刺激的 那欢迎您也来体验一下吧 雪地摩托车是一项充满激情 速度的运动 在国外呢属于一种极限的挑战 接触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很有挑战性 与雪地摩托不同 全地形越野车可以自己驾驶 体验丛连穿越的乐趣 我现在驾驶的这辆车叫做 全地形越野车 那顾名思义呢 我们可以驾驶着这辆车 穿越基本上所有的地形 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雪地啊 您可以看到我身后是茫茫的 长白山林海 非常的壮观 那我们现在驾驶这辆车去哪呢 让我们先留一个悬念 一会儿为大家揭晓吧 在山里间畅快穿越 马达轰鸣急速转弯 快速穿越各种障碍 可谓是见乎极致的越野车体验 如果你也想体验一次 连海水源的丛林穿越 请一定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 安全进行 千年积雪 万年松 滑雪 漂流 赏雾松 开着雪地摩托三个花 点燃冬日里的速度与激情 焚雪基地 长白山 有哪些新玩法 滑雪 乘坐雪地摩托 雾松漂流 雪地里泡温泉 吃火锅 烤肉 铁锅炖 外边冷 里边热吧 很好吃 看北国风光 铁冰雪美食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那我们到达丛林之中 究竟还可以做什么呢 这里就为大家揭晓的 就是我们的雪地火锅 老板 您正在涮了一家 吃点雪地火锅 天气特别冷 在雪地中间吃火锅 还是我第一次的体验 这种体验也是我们长白山的一种特色 我们在这个非常优美的森林当中 外头的空气虽然很冷 但是我们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 就是寻找这种感觉 这个锅还是非常热的 那这锅开了吗 可以刷了吗 现在没问题了 可以吃了 这是什么肉啊 会有特色吗 除了咱们正常的像这些牛羊肉之外 咱们还有特色的鹿肉 鹿肉 鹿肉 这个红色的是鹿肉 对 红色的是鹿肉 这个鹿肉是属于人工养殖的 我还是第一次吃鹿肉 能看到这个肉呢 肉质比其他的肉要鲜红很多 对 非常鲜红 而且它的纹理不像牛羊肉那种带雪花的纹理 鹿的肉它特别瘦 它不会像牛羊肉那样肥 有肥的纹理 那我们赶紧你涮一个尝尝 涮一个尝尝 鹿肉一般涮15秒 就可以熟了 那我尝尝第一口鹿肉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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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嫩 而且很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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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野生养的嘛 就是没有人工干预饲料 全都是靠吃这些大日子的草什么的 雪地火锅是长白山出温泉外 另一个可以感受到冰火两重天的体验了 那大家来吃这种户外火锅的人多吗 非常多 如果您觉得实在太冷了 那么雪屋火锅将会是您的最佳选择 屋内热火朝天 屋外天寒地冻 在冰雪和灯光的焦香呼应下 氛围感直接拉满 在这个被冰雪围起来的王国里 可以体验滑雪圈 未驯鹿 还可以上雪景吃美食 我们不妨去吃个地道的东北铁锅炖 暖暖身子吧 铁锅炖那鹅 来长白山必打卡的美食 吃上一口热气腾腾的鹅肉 仿佛可以对抗整个冬天 鹅都是从农户手里面 我们买回来以后自己屠宰的 现傻的 然后我们现做的 先将大鹅内脏全部清理干净 将大鹅清洗后剁成块状 就可以下锅爆炒了 炒的时候把那个大鹅里面的水分 加油脂都给它炒出来 香味都给它炒出来 我们大火炒 正常大火炒的话 都炒过炒四五分钟以后吧 我发现这个油炒下来以后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加一些佐料 就可以上锅了 锅中加入秘制酱料 花椒 大料 葱花等香料爆香 与鹅肉一起爆炒六分钟左右 就可以放到柴火铁锅里慢慢炖了 一般炖五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 炖得越久 鹅肉越肉味 等大鹅炖熟了 就可以加入传统的东北酸菜 清爽解腻 比肉还好吃 我觉得这个鹅肉很好吃 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新 而且炖得很烂 很入味 因为这边不是东北的特色嘛 然后也想暖暖身子 除了铁锅炖大鹅 铁锅炖姜鲤鱼 也是来长白山不容错过的美食 这个菜不如炒的 把姜料搭配好 倒到鱼里面就开始炖了 先将鱼清理干净 用刀从鱼背剁开 鱼肚部分保持整体 这样炖出来的姜鲤鱼也更加美观 将油锅中加入葱姜蒜辣椒爆香 加入少许老抽和蜜汁酱料 继续翻炒 加入酱料开始把这些酱给它炒香 炒香以后然后加一些花椒大料了 然后就加水了 加水以后把鱼放到铁锅里面 炖20分钟就可以了 我觉得鱼很嫩 而且就是一直听大家推荐 就说淡水鱼是长白山这里的特产 然后我们就很想来尝试一下这样子 然后吃了以后果然就觉得很好吃 吃这个鱼很暖身子 而且很好吃 小鸡炖蘑菇更是东北美食名片 走地鸡肉质紧实弹牙 产自长白山的野生珍膜清香入味 锅边还能贴上金黄色的玉米饼子 您一定要尝尝哦 我们此次行程正好赶上了 长白山的冰雪美食节 哪知道咱们都是小吃货嘛 进去看看都有什么美食吧 哇 好香呀 在门口都闻到了香味 来 美女 尝尝 尝尝 蘸料可能会压住它的味道 没有那么好吃了 好吃好吃 确实好吃 外边冷里边热吧 很好吃 除了烤肉 热浪翻滚的喷泉牛杂 喝一杯就能温暖全身的罐罐烤奶 热气腾腾 绵密香甜的雪棉豆沙 也是不可错过的美味 快来长白山体验一下吧 一座小城拥有一百七十五条雪道 一条赛道吸引世界目光 这里就是滑雪圣地张家口重礼 打卡冬奥赛场又会有什么意外收获 双板滑雪 单板滑雪 还有五板滑雪 五板怎么滑 风靡一时的极限运动一起去瞧瞧 品尝冠军美食 气候体育健儿 感受雪场的夜生活 童话场景 雪地公园 三年追逐 不同雪道上体会精彩瞬间 记者教您如何玩转重礼各大雪场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